首先我们对生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对健康对医学认识的一个根基 那么现在不管是中医学还是习医学 对健康问题所造成的今天的危机 而现在理论都适应不了他们 那么根本的原因出的什么 就是对生命的理解不够彻底 为什么这也不能怨西医也不能怨中医 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现在竟然对生命无法定义的 什么都可以定义竟然生命定义不出来 对生命定义不出来 也就是说对生命的本质没有办法认识 你怎么定义它都觉得这不像 这不是 就像最近碰到一个 比如说鼻涕倒流的问题 中医呢 可是西医呢 西医讲的跟中医讲的 这个讲的不是很一致 所以少得我当然这样做 可能要不然就是要调整一下我自己的生活的作息 对 所以那么对生命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那么就不知道生命按照什么规律来运动 那么人你是生命的一个个体 你应该怎么活着 是按照生命的律来决定的 你既然不清楚 因为在这里边肯定有很多的东西 你违背了这个规律 所以违背了生命的一个规律 它自然要影响到生命的体质 所以疾病和健康的问题 它就日益突出 产生许多的矛盾 而现在的理论 医学的理论也解释不了 它也解决不了 那么大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么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摸索 但都不够彻底 都是在方法层面上 都是在实验室里做 很少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上升到自然哲学的高度来认识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恰恰呢 我大概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很深刻的思考 关于自然 整个的自然界 它的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那么在现有的自然哲学里边 就是建立了物质能量的实际空间 但一旦把这四个量 你思考清楚的时候 你就发现 原来在生命这样一个系统里边 在生命这个繁愁里边 这四个量是远远不够的 还少了一个信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概念 所以呢 我把信息这个概念引入到自然哲学的框架里以后 突然 对生命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全新的老树 就变成柳暗花明又一树 这是这本书的一个最重的一个本体 主要讯息是人身体 就是显现出来一些讯息 是灵吗 身心灵的灵吗 还是灵的讯息 不是 这是什么呢 首先呢 这个信息啊 作为一种悟性被人入境 什么叫悟性呢 就是说任何事物 我们都知道 它有它的物质性 它有它的能量 它有它的能量就是能量属性 它有它的物质属性 它有的能量属性 你任何事物都是一样 但是呢 我们没有认识到 它不仅有能量属性 有物质 而且它有信息属性 信息属性是什么呢 信息属性就是说 这个事物 任何事物都是在运动这 当运动的事物呢 它有它的内在的一个规定性 运动的规定性 这个规定性 就是它的信息 而且还有它外在的特征性 这个内在的规定性 和外在的特征性的总和 我们叫做 在我这里叫做属性信息 那么这就变成了什么东西呢 所有的事物就变成有三性 以前有两性 有物质性能 有能量性 但是我没有信息性 没认识到 现在呢 就是说有物质属性 能量属性 还有信息属性 那么而且信息属性呢 就变成了一种属性 本性的东西 是都有的东西 是事物固有的 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信息呢 只理解到 信息是一种信号 没有理解到 把信息它是一种属性 是事物内在 固有的一种属性 说这里是把信息 这个概念高度的深化了 那么正是建立了 这样一个 事物的三性一体 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概念 才建立了一个新的框架 才用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来描述和定义生命 它就可以定义出来 因为原来只有两性 物质性和能量 它定义不出来生命 它只能最后描述 把生命描述为 一堆分子的运动 所以当人们 现在的科学 把分子 原子 都了解得很清楚了 但是用原子和分子 这个还原论的思想 这些基本的元素 来描述定义生命的时候 它怎么定义 它都觉得 好像就不是这个字 那么原因就在于什么 因为它没有把生命的 这个信息属性放进去 那么刚才我也介绍了 就是生命的 它的信息属性 才是它的真正的本质 正是由于 它没有认识到这个 真正的本质 所以它定义不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 有了信息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生命 我们可以接触这样的结论 是生命的本质 不是物质 不是能量 而是信息 那么现在我们用 信息的概念来定义生命 我们怎么定义呢 你看生命 是多么深刻 多么复杂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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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运动者的事物 我们的定义可以把它搞得非常简单 生命的定义就是 凡 具有 由遗传而获得的DNA信息编码资源 这样的有机体 我们就称之为生命有机体 或者生命系统 好了 就这样的短短的一句话 就变成分辨生命与非生命的分随领 你只要在这个系统里边 有 有遗传 那里所获得的DNA 编码信息 你 这个系统 它就是生命系统 没有 它就不是生命系统 它就是非生命系统 一目了然 非常 非常清楚 一点勉强的东西都没有 有的 在这里 此前 人们也试试定义 说在物质层面定义不出来 那怎么在能量层面定义 说 哎呀 生命是火 生命是波 生命是震动 生命是电磁波 电磁场 就是搞了许许多的 非常非常勉强的一些定义 东西 原因就是没有抓住它的本质 所以这就是我们 现在自然 医学原理 它的根基 从生命的本质开始 这也是这个医学理论 与其他的医学理论 不同的地方 那么正是由于 它从生命的本质 这个根开始 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 起点开始 所以它把中西 全部都涵盖在里面 因为你中西的理论 你也不能脱离生命 这个基本的规律 中医理论也好 西医理论也好 它研究的对象 都是同一个 都是人 都是人的健康 与疾病的一个 相互转化规定 所以真理是一个的 只不过从什么层面 你切入进来 来描述 那个层面的特殊运动 就是刚才讲了 西医 它是从细胞 和解剖学的 那个层面 切入进去的 它解释了一部分 生命的现象 解释了一部分 生命的规律 但是不彻底 中医 从哲学的角度 切入进去了 解释了人的 整体性 系统性的 一部分规律 但是它也不彻底 而我们现在 自然医学 这个理论 是从生命的根 进入切入进去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的深刻 完善的一个理论体系 它和其他的理论体系 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现在 有完成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 一个使命 巨大的一个事业 就是真正建立起 生命的 也就是人力的 真正的健康医学 说二十世纪 我们可以称之为 为什么呢 叫做疾病医学 是得了病以后 去看医生 有了疾病的果 去解决这个疾病的果 二十一世纪 必然要走向 预防医学的时代 这是大势所去 人心所向 这个预防医学 它的主要任务 就是解决疾病的因 那么只有你把疾病的因 解决了 才彻底的解决了 健康的病气 所以疾病果的 那个时代 必然要结束 必然要走向 解决疾病的因 所以中西医理论 它都是运用在 解决疾病果的 那个层面上 对解决疾病的因 都没有确实 好的办法 好的事件 所以建立自然医学 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为了适应 现在人们 对健康的需要 解决不病的问题 解决预防的问题 是根据这个时代的要求 它所建立起来的 一个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的目标 它就是要解决不病 不病的问题 而且是彻底的解决 这个彻底的解决 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让每一个人 建立起一个 正确的健康观 所以这一场医学革命 它不是从医学体系自身产生的 因为长期以来 自然医学体系自身的框架 它所产生的惰性 已经仅仅仅的缩护人们 它的思维上的一个突破 所以为什么在现有的人力发展史上 经历过三次的物理学革命 经历过三次的科学技术革命 而医学革命始终没有发生 原因就在于 前几次的革命 都是由于它的发明创造 而所产生的 但是作为人类的 也都是说这些革命 都发生在非生命领域里面 在生命领域里面 其实没有发生 就是由于生命系统的规律 和非生命系统的规律是不同的 生命系统的规律 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一个人 他的健康 与疾病 是由他的健康观来决定的 这就是一个人的本质 是他的信息来决定的 意识就是他的信息 所以 佛家说的也很好 说一切 微心照 微心照 都是心变现出来的 心是什么 信息 所以健康 疾病 也都是你心照的 那么我们现在建立在科学观上 就是说 由你的健康观所决定 那么这个正确的健康观是什么呢 我们在自然医学里面建立起来 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三流理论 有物质流 能量流 吸血 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建立的 现在这个自然医学 非常的简单明了 正是由于它抓到了根本的东西 就叫大道之间 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学和西医学发展 发展的非常复杂 因为它们不是根 它们是畅 它们是叶 所以越搞越复杂 所以这就是把一个复杂的医学 把它上升到为一个简单的医学 而且这个简单的医学 是上升了的更高层面的简单 大道之间的简单 而不是一个朴素无知的简单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我们就应当有强烈的一种使命感 要知道生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人生到底会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在哪里 而人生的价值观 是我们现在全世界 大家都会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里边的 都是由他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那么在这个价值观里边 健康的生命观是价值观的根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 你的价值观是实现不了的 半路是要夭折的 就像Apple公司的老板 Steve Jobs 虽然他取得了最大的成就 但是 50岁就要这个 什么都没有 所以现在呢 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健康观 他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他不明白 生命的率 他明白手机的率是怎么样做做的最好 但是他不他不明白生命的率是怎么运动 这就是一个缺陷 这是一个不完整 对人生的一个不完整 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的这些工具 我们该怎么创造发明怎么使用 更要知道生命自身 他的率 他追寻什么样的 所以无外乎 手机是什么 就把我们的眼睛和我们耳朵延伸的而已 是一种工具啊 在人力进化的过程里边 人类历史发展里边 眼耳鼻舌身 都在不断的演化 不断的发展 而且都可以用工具来代替 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能用工具来代替 什么东西 思维 心 心这个东西不能用工具来代替 所以为什么2500年前 老子的东西 佛家的东西 啊 儒家的东西 到现在还好用 为什么当年的那些什么四大发明不好用 就是由于2000年前 2500年前 人心的病和现在人心的病没变 那个时代人心的病是贪嗔痴 但是这个时代人心的病仍然是贪嗔痴 这三大宗教 他们实际上就是解决心病的良药 因为现在的病没变 所以他们这个良药照样好用 这四大发明为什么不好用了 他用更好的机器来代替 电话就是我们变成了千里耳朵 电四就变成了曼尼眼 飞机我们就一个筋斗 十万八千里 是把我们腿验伸了 这些东西在不断的发展 但是人心却是不变的东西 所以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里 在人力整个进化过程里边 有变有不变的东西 所以它是守不同的路 什么东西改变 什么东西不改变 这是路所决定的 我们认识到了以后 我们就会恰到好处去拿捏 怎么合理的使用我们手动的工具 怎么合理的使用生命的资源 生命是一种资源 生命体是生命的一种艺术 你就知道怎么该打造它 你就知道怎么该管理它 你就知道怎么该驾驭它 要否则你就在这砍伐生命 让生命的资源浪费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健康也好 疾病也好 人生也好 是一不是二 不是分离的 就包括运动 运动不是你天天到fitness去拉拉机器 到街上跑跑步就要运动 运动是每时每刻 你不断地在调整自己 其实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边 后面介绍了生命的三大原理 第一原理 就是自主性调节适应原理 所以自主性调节适应原理 是生命的第一原理 你看 这些东西 这个套原理 它并且它和佛教 道教 儒家 思想都不打仗 而且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 比方说佛经 120卷大藏经 我们说它最后集中到一本新经 260个字 这一本新经 我把它归结为 它第一句话 那么这第一句话是五个字 叫做观自在层上 佛 把这五个字 写完了 说完了 其实佛法已经讲完了 就叫观自在层上 那么现在我们用我们的理论来抛洗它 什么叫观 观就是望离开 自什么叫自 自从原本来的东西 还在不在 在 就是菩萨 不在就是众生 讲完了 说菩萨和众生有什么区别 就是自从来的东西还在不在 好了 佛讲 你怎么样从众生变成菩萨 菩萨变成众生啊 剩下的东西都是解释 接下来它就解释了 行身 菠萝菠萝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哭 解释得非常清楚 行身 行就是调节 深 不断的深度的调节 菩萨菩萨蜜多就是观照 也就是说 自主性调节 这个调节不是别人给你调啊 是你自己调啊 观照不是别人给你关的 是你自己关的 所以这是本身生命的自主性 自主性调节能力 本身这个规律本身是他所决定的 只不过佛没有 当时他不会用这种语言来表达 这只是生命的一个本质 调到什么样子 照见五蕴皆空 当调整 什么叫调 是他回归 回归到他原来的地方 脖子有没有回归到原来的地方 肩膀有没有回归啊 心肝皮肥脆的有没有回归啊 你都调节的所有的地方 都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是回到原来 什么叫原来 自从来的地方 什么地方自从原来的地方 小baby 所以一个小baby 他就是如来 就如同原来的样子 就是如来 那就是本性 佛性就是自性 就是本性 所以当我们都 所有的身体的 所有206块骨头 都回到原来的地方 所有的软组织 所有的我们的内脏 都回到原来的地方的时候 他就形成了高度的和谐 他就不打架了 每个人都回到他自身原来的地方 这就是高度扭曲性 这个高度扭曲性 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空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高度的关系上的和谐 那么这种高度关系上的和谐 在感觉的层面就是一种空 就是一种无 就是一种无 那么在这个层面 调到那种层面的时候 完全一种高度的和谐 一切苦恶都没有 一切苦恶来自于混乱 来自于无需 比如说新 新在不在原来的地方啊 还是你新跑跑到股票市场上去了 和股票和股票捆在一起呢 如果你的新跑到股票市场和股票制作在那里 说股票上下一跌 今天跌了 你今天高兴 明天 今天跌了 今天升了就高兴 明天跌了就生气 还是你的心捆到你的儿女身上了 儿女听话就高兴 儿女不听话你就生气 还是捆到你的什么父母那儿去 捆到你的朋友上去 捆到你的公司上去 捆到你的什么什么上去 正是由于我们的心 外放 外放以后制着 就让我们的心都被外在的事物和捆绑 所以当外在的事物上下一波动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波动 心就不得安宁 就不健康吗 不安宁就是混乱 就是无序 生命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讲 生命的本质特征是高度的有序性 它代表了健康 无序混乱就代表了不健康 所以这是用一个新的概念来定义健康和不健康 而信息资源 为什么在DNA里有大量的信息资源 这信息资源是个有限量 而信息资源的功能就是调节系统的有序 达到身体内在规定的有序度 它不允许你乱到一定的程度 乱到一定程度身体就会当机 为什么有很多人 你看曾经有个报道 有一个做股票的 十七升 三天三夜没睡觉 结果突然报死 这叫什么 这叫稳乱崩溃 当系统稳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卡住了 就像我们的电脑 你输入东西太多的时候 它自己就当机卡住了 当道理了 所以任何事物它有一个软的东西 它有个硬的东西 两个层面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边是软的控制硬的 有无形的控制有形的 地球这么大 它是无形的引力在控制着它 你身体这样一个硬体 它没有主权 是你的意识在控制它 你从生 长 成熟 衰老 是由你的DNA在控制 你说的都不算 硬体说的都不算 而也就是说 在有形的背后 实际上是细细 这个无形的东西在控制 那么以前我们认识到无形 但是没有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 就是现在我们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 它就是信息 那老师 你第一场演讲 应该就会把这些概念 先讲 然后后面的话 后面就讲什么呢 教他们实际怎么去调节 第二篇讲的是什么呢 第二篇讲的是 是自然医学 真正的自然医学 你比方说自然医学包括什么 自然医学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自然医学的病因医学是什么 自然医学的诊断学是什么 自然医学的治疗学是什么 它的病疾病理是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 它的养生学是什么 它的模式 它的医疗模式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话 就和中医西医 它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一样的 一样都不学的 只不过里边的内容和实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说 你有了这样一个基本概念 有了对生命的正确认识 对自然哲学的这五个基本量的认识 你就对整个的 固执的运动 生命的运动 你有了这样一个及时的基础 你再去理解自然医学 就不一样的 所以很快的就进入 你不仅是一个 你想作为一个好的医学家 首先你必须是好的哲学家 那第三场的时候 第三场 是不是会把他们有一些 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 疾病啊 或者是一些他们的一些 这种问题拿出来讨论呢 这讨论的话 在第二场的时候 要留出一些时间 第二场就要了 第二场 因为第二场是讲医学嘛 在医学的时候 就说怎么用啊 对啊 又要落实 这是概念要落实在实际 你比方说病医学 是 我们怎么诊断 这个人得了病 什么原因 对吧 这三流里边的话 你怎么就运用它 在病医学里边就展开 治疗学 好 出现了这个病的问题 你怎么用自然医学的 治疗学的原则 三原则 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认识问题 和解决问题 所以第二场 第二场 是 是 解决问题